这一支作品的提名叫做富贵有鱼 因为同样的这里有一个蝴蝶组成的鱼 所以它除了是福气有鱼以外 加上牡丹花 它就自然成了富贵有鱼了 那作品的特色 同样的我用了很多灵诱的方式 那因为青花又非常的耐高温 即使烧到1280度 它也不太会挥发掉 所以非常适合做泼墨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细腻 非常非常淡的孔雀兰 还有非常深的青花兰 层层交叠 那每一个面的细节都不一样 比如说像这一面呢 就像是流铺又像是森林 那这一面呢就像是远山 就特别的有韵味 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 还用了红色的柚 在明朝的时候 如果在青花词上面 添上别的色彩 它就有一个名称叫做豆彩 让色彩去彼此的辉映 所以呢 这个花瓶基本上也是一个 豆彩的做法 让青花柚和这个红色的柚色 彼此的去辉映 最后一面的色彩 请不吝点赞 订成